现在我们进入了3.8节 安装Oracle数据库软件 现在我们先游览一下 安装数据软件的总体过程 然后再带大家一步步的进行实战操作 OK,现在开始实战操作 先查看一下 host name 容颜load 第二个物理背库或逻辑背库 查看一下隐藏窗口 OK,可以 然后现在开始安装数据库软件 我们这里选择高级安装 点击下一步 查看一下inventory的目录是否正确 如果正确的话 点击下一步 基本上都是正确的 我们点击定制数据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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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me的名称 Olico的名称和路径 点击下一步 点击下一步 这里可以选择我们需要的产品 我们这里前线 全部验证通过 单击下一步 这里选择op2 然后再单击下一步 这里有三个选项 创建数据库和配置asm 和安装数据库软件 我们这里安装数据库软件 只安装数据库软件 创建数据库软件 又在后面再进行操作 这可以查看一下summary 点击安装 点击安装 点击 击 Olá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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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